台中市警方选前大小档查获枪毒 前往彰化一处偷天坐攻坚歹人 祝贤市竹联邦红人会的成员 平常透过小蜜蜂贩售毒品 警方掌握线报 一口气逮捕了六名嫌犯 而另外在彰化一处废弃工厂 则查获到火力强大的枪械 嫌犯原本穷是汽车修配厂的工作 但因经营不善 有物交损友染上毒瘾 还利用自身对机械的专业改造枪支 用枪自重自毁前程 打配警力鹤枪实弹特勤人员 全副武装破门攻坚 废弃工厂内嫌犯正和朋友聊天 看到远警冲入措手不及之后 乖乖就带 同时带着警方在附近一台废弃车内 起出了杀伤力强大的冲锋枪和打母弹 警方调查 嫌犯原本从事汽车修配厂工作 但因为经营不善 又物交损友染上毒瘾 透过网络研究改墙方法 利用自身机械专业进行改造 用墙自重自毁前程 宣言大扫荡 这一头台中市行大也有斩获 发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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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逐天帮红人会成员 在中部地区贩卖毒品 警方接货献报 发现位于彰化的这处透天措 平常出入分子复杂 疑似由小蜜蜂定期缴交贩毒所得 警方搜证后一举攻破贩毒集团 逮捕六名犯贤 陈姓陈远除以租赁车为贩毒工具之外 其平常 该组织利用彰化地区移出租来自 后天出为聚集地 先犯相当狡猾 利用多部租赁车贩毒 建议躲避警方查期 分工细腻做事谨慎 不过最后还是在在警方手里 谢谢林嘉明台中报导